3月30日 据台湾媒体报道 侯卫曾通过监警公司认识 已顺利怀上第二胎 目前怀孕超过三个月 据悉 他为了专心养胎 推掉超过七项载 包括台湾大陆的工作 邀约 纽约 巴黎时装周 也都不拒 就连原先将在4月份出售的计划 也因此延期 估计至少是要赚上千万 侯卫曾2011年 嫁给证券公司副总 黄伯俊 婚后约有一子 他在生下儿子后 也经常在社交群网站上 分享育儿点滴 如今又怀上第二胎 其将升级成为 一家四口的幸福家庭 其若肚中胎儿是女娃 并能凑成好字 消息一出 令粉丝又惊又喜 并纷纷线献上祝福 优客娱乐整理报道